带小孩去体检后 医生建议我说多给孩子吃牛肉 不仅长个还长力气 今天就来给孩子安排上 吃起来滑嫩不柴 而且做法还是很简单 有需要的快跟着视频来学一学吧 牛肉的部位要选择牛里筋肉 这个部位没有什么筋 肉质也是很嫩的 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排酸半个小时左右 再逆着这个牛肉的纹路 切成薄片 把肉纤维切断 烹饪过后吃起来 才不会出现脚不动的情况 尽量切得薄一些 这样熟得更快 也能够保持牛肉的嫩滑度 切好的牛肉装在一个碗里 再来切一点葱段姜丝 加入适量的热水 下手抓揉 抓揉出葱姜汁 再把得到的葱姜汁 少量多次的倒到牛肉中 每到一次都要下手 充分的抓人 让肉片吸收葱姜汁 牛肉想要嫩 葱姜水是少不了的 不仅可以去腥 增虾 还能够增加肉汁里面的水分含量 吃起来特别的软嫩 每加一次葱姜水 都要充分的抓至被肉片吸收 盆底没有一点水分的时候 再倒入下一次 大概100毫升左右的葱姜水 全部被肉片吸收完了 肉片有点发黏的感觉 像这样就打水好了 接着加少量的食盐 一点点胡椒粉 拌个鸡蛋清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让牛肉入一个底味 经过这样腌制的牛肉 看起来都滑嫩滑嫩的 当然少不了最重要的一步 拿出去年自己做的红薯淀粉 没有也可以用土豆淀粉 用适量的清水 把红薯淀粉给抓溶解 最后调成像这样浓稠的面糊 直接倒到牛肉里面去 下手抓匀 让牛肉表面都能裹上一层红薯淀粉 牢牢的锁住牛肉肉质的水分和滑嫩度 处理好以后放在一边 腌上10分钟 发现冰箱里面还有一个撸瓜 拿出来刮掉外皮 然后再切成滚刀块 锅里水烧开 加一勺盐 一勺食用油 把鹿瓜倒进去 煮上3分钟煮熟 鹿瓜的口感特别的软嫩清甜 而且也是夏天的10令蔬菜 价格很便宜 搭配着肉类一起吃 营养就很均衡哦 鹿瓜捞出来以后 装在盘里面垫底 锅中水再次烧开 把火关掉 把牛肉分次少量的下进去 最好分三折下入 这样牛肉不会粘在一起 不要急着用铲子去搅动牛肉 上面的淀粉壶如果脱落了 肉汁就不够嫩滑 牛肉全部下进来后 可以盖上盖子利用水的余温 焖上三分钟把牛肉焖熟 但是因为我是给小孩吃的 为了确保完全熟 就开小火煮上两分钟 用铲子轻轻的推动推动 完全变色就可以用漏勺捞出来了 然后直接倒到装了鹿瓜的盘子中 用青红姜浇丝点缀一点缀 再泼上热油 淋一点点蒸一尺油 一道非常原汁原味的白酢牛肉就做好啦 这样处理过的牛肉啊 吃起来肉味十足 而且特别的营养好吃 口感不腥也不柴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哦 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